有些观众呢就是 天生的对我可能就没什么好感 这很正常 他出气的原因是因为他讨厌我 我经常会看出 哎呀你别遭见这影视剧 还是赶紧回去说相上去吧 他也没看过我说相上 郭麒麟能在娱乐圈混下去 绝对不是只靠他把过得刚 每天拍戏每天录综艺 那你怎么跟你的朋友保持联络 和维持感情 就和你工作场合的其他人交朋友 对 我现在就和我的朋友在一块儿了 你看看 原来素质这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一句脏话没说却打脸朱雅文 说相声的都来了 你有什么不能来的 是吧 咱们家麒麟呢 在这呢在这呢 不好意思啊麒麟 不是故意猜你 你坐下坐下坐下 别着急别着急 我害怕你张嘴 你们家那门派太吓人 我特别喜欢你的父亲 特别想问一句 您说 余萱叔叔最近身体好吗 各位导演看看这样的演员 演的好人物吗 郭启林开口的瞬间 格局高低地见 有时间 一定请家父 来到咱们悉宁走走 来first坐坐 我怕他够缘 常来常往 你们家电影 在豆瓣的评分才有的往上涨 您说的对啊 我们争取吧 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个电影梦 我们争取 我们继续能竹梦演一圈 本众起哄 让云云鹏跪求于大爷唱歌 他只能跪下 但是在起身时略显跟上 云云鹏 过来求求你于大爷 大爷你再唱一个吧 跪求 于老师你要不唱 云云鹏他可干得出来 跪求 跪求他可干得出来 跪个球啊 我哪有脸啊 我哪有脸 手本主将识歌的状态看在眼中 等到他被喊上前时 立马也跪下了 当云云鹏之前的跟范化为乌摇 郭麒麟过来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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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去吧 有点干凌了 我也让我跪求呢 黄磊主动提及 特别过得刚大 大林就喊了一句大言 郭麒麟啊 你好 第一回见面 我跟你爸爸很熟 啊是吧 我跟你爸爸一块拍过戏 你爸爸倒的戏我去演 祖宗十八门 十十九代 我也可我也给他客战过 啊对 你爸比我小点 你爸七四的 七三的 七三比我小两岁 黄大爷 看到对方脸色都变了 立马变故事 给了人家台积下 我以前录节目 我老转 看起来都大爷叔叔的 后来 有人不乐意听 叫大哥比较好 叫大哥大爷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喜欢他 不是什么原因的 诚哥你有陪过 二十到三十五岁女性 逛街吗 有这么好吗 这这这 谁小时候没陪妈妈 逛过街是不是 一句我请你完美化解根杠 我知道你和郭德纲 你们是多年合作的老搭档 知道我跟他二十年的交情了 他现在红了火了 从来没请我吃过一顿饭 没给我送过一件礼物 郭麒麟 你得说说你爸 不能这样 是不是 您请我 你看看 多好的孩子 你看我给你的眼神 啊 麒麟 点赞 幽默而有风趣 绝不让任何一句话掉地上 你觉得你的戏眼的好 还是你爸的戏眼的好 那我就不回家了 是吧 行啊 已经出来了 说不回家了 就说我比我爸强嘛 这可是您说的 过年都胖了吗 都 胖了 不管怎么说 你是胖 我是胖 我真的是胖了 不胖 对过年不尊重 直到看见郭麒麟 对郭德纲的评价 才明白什么叫父子一场 我绝不让你落入口舌之声 倒也不敢说评价 反正这个无论是从同行同业的角度上 还是从父子这种角度上 我觉得都是让我仰望的存在 因为确实在这个行业能闯荡出如今的这种地位 以及自己的这身能耐 呃 他的付出 其实这东西咱谁也想象不到 听着儿子的评价 郭老师眼里是有泪花的 我更相信是天赋 因为我相信我爸绝对是个天才中的天才 啊 所以这东西根本没法复制 然后 要说划清界限吧 这可能这辈子划清不了界限 但我觉得这辈子就知足就好 知道自己能到什么样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样 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够了 五岁第一次跟爸爸逛街的大林 真的无法想象他内心的愉悦 跟我爸走的大街上 还是确实跟之前跟其他的亲人走 还是不一样 也不能说是要跟别人展示 这是我爸那种感觉 但是反正就是觉得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 这种关系 这种血缘造就的这种 这种踏实的感觉 就是哪怕我跟你只见过几面 但我还是 放心的拉着你的手 不管你带我去哪 儿子心里的第一个超级英雄 永远都是爸爸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这样 小时候因为我爸之前在北京 他的前途未博 也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像现在似的这样的成绩 所以到现在我为什么佩服郭老师 也是由于他改变了 从他以后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这是一个真的很难很难的事 我这一辈子肯定超不过他 在外人严重的不公平的打压式教育 在麒麟的心中 就是父子间的互相成交 没有我 他这套教育方式 放在别人身上是心不中的 对我成就了他的教育方法 但同时他也成就了我的 三观建立和人口 这才是他不要德云社法人的真实原因吧 再多的名和力 都没有父亲这个人重要 我会觉得就是有一天你得担起德云社这个牌子 我只管他 我只管我的家人 别人怎么怎么样 在我的心中眼中都没有判不住 这些个所谓什么就管理啊 又怎么说是面对什么叫扛起这个大企业 对我来说我没有那种 使命苦 而且我也觉得用不上 我也扛不起这企业 我也顶不起这照片 这个招牌永远等于他 当儿子的谁能受得了看自己的父亲受委屈 所以当年的橱窗视频 是他心里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坎 你父亲在一个橱窗中48小时 是 我当时看其实看不了 我还觉得挺好玩 我爸还跟着你只猫衣呢 我爸还跟着闹着玩呢 现在翻过来看 我到现在我没点进过那个视频看 你不点 我从来不点 你就不想看 也不是说看完我会难过 我会哭 也不一定 就是我不想去看这个事 我对他是抵触的 他想要的就是一个同等公平的对待 那会小时候他老说我爱哭 我真不是因为什么某一件事爱哭 比如说什么他让我吃菜 把白菜倒到我的碗里 我哭 我不是因为把白菜倒碗里才哭 我是因为大家都有椅子坐 而我只能坐在楼梯上 一个人吃我不爱吃的饭 我觉得我难过 我觉得我哭 父子俩之前老是有点隔阂 所谓的沟通竟然是靠看对方的采访 别俩就希望通过采访的方式 就我看他采访 他看我采访 你们俩不接受 互能互土星争 还得通过采访 他还是觉得他的童年不幸福的吧 只不过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我小时候他怎么怎么对我 然后过了这半年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那么敏感了 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 慢慢开始打开自己了 就是他对我来说 已经不是我的心魔了 已经不是我觉得 我的童年不幸福 我如何如何的了 我觉得我彻底是对这事 无所谓了 我爸也不用对这事 在我什么觉得 我当时我小时候 他怎么怎么对我 直到看见郭麒麟再次变胖 才明白 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干嘛非得活在别人的嘴里 活在自己身上不是挺好吗 前几天 他和毛不易 味道薰酸人 现身吉林录制新综艺 被网友拍到 时隔八年之后 他又胖了 并且一度冲上了肉搜 被大家调侃 贾灵捡下来的肉 都到他身上了 其实这事 无论是与否 对他本人的影响都不大 因为他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绩 靠的是智商 还有情商 并不是胖于少 从他的采访中就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从不内耗的人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并为之努力拼搏奋斗 他拍戏也是因为 享受工作中的快乐 不是为了干活干活 享受工作带给你的快乐 就是我拍戏的目的是为了高兴 如果有一天我拍他不高兴了 那么我就换一个工作 而且他活得非常通透 人也不是人民币 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作为新二代 他从小就明白很多道理 人生本来就应该豁达一些 对外界那些有的没的声音 直接无视 要是条条都在意 那什么都不用干了 这一辈子都得活在误解和解释当中 郭德纲成名时 他正好十岁 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 也是被挫折教育束缚账 但在外界看来 他就是实打实的新二代 这就导致了他 无论多么成功 多么优秀 别人都会回忆去 他爸爸是郭德纲 然而面对这种问题 他早就可以坦然面对 你永远管不了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吧 我现在干点什么 他基本上人都说那个 还是因为郭老师什么 有关系什么的 他有关系 他早排好气 但你这么说吧 人永远也不信 就想信的人 人早就信了 不想信的人 你怎么解释也不信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你看得开一点 因为我毕竟也二十七了 我承受这种议论 也十好几年了 他的家庭是离异重走 纵然外界对于他和后妈的关系 众说纷纭 但是大林一直是保持初心的 2015年王会生日 郭德纲发了微博 配度三张分别是大儿子 老婆和刚出生的小儿子 之后大林就转发了微博 还送出了祝福 他也没有生气 反而用七个字回怼 两个妈妈我都爱 由此可以看出 王会在郭麒麟的心里 也是非常重要的 并没有像外界传闻的那般 昨天在国举社的演出时 他不但和董事长同台演出 还当中调侃他爸 他不是小孩子 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成年人 还能分辨不出真心和虚伪 而所谓的继承斗鱼社 他早就回应过 所以没有所谓的两兄弟争家产 只是因为继承德云社不是光看表面 其中的门道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郭麒麟的心态至少领先同龄人十年 就是享受工作带给你的快乐 有一天我拍他不高兴了 那么我就换一个工作 不为了工作而工作 如果我在拍摄过人 我觉得怎么跟打卡上班似的 我就不办了 我就去录了综艺 我综艺效果也不错 是吧 我去想想相声 干个老本孩 我再不就回家还不行 我帮我妈给我做饭 我吃饭还不行 清醒的看待网友对他的恶评 有些观众呢 就是天生的对我可能就没什么好感 这很正常 他出气的原因是因为他讨厌我 我经常会看出 哎呀 你们别遭见这影视剧 还是赶紧回去说相声去吧 他也没看过我说相声 他肯定没看过 他只是听别人说 我是个说相声的而已 那那那那那 咱还跟人叫什么劲呢 首先演员自己一定得自信 神耕小人物日后大作为 好好打磨演技 等岁月沉添浮丧 你看目前是先神耕小人物 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段 演小人物的还不太多 大家普遍都是那个类型的 都挺那个俊朗的 哎不好意思跟人家 往脸上贴金的 我也不行 但那正好啊 就你们都去那个了 这没人够抢了 这个现在 恶观的悲观主义者 他真的活得好潇洒 看开一点 没什么特别大部分 我这什么事都不抱有任何期待 我都在都在 人人都知道 顾麒麟出动退学 可谁知道 他退学是德鱼社出事的那一年 最叛逆那退学呗 退学还不叛逆 有几个能叛逆到我这儿的 对我个人来说 可能这也是家里比较支持 这就算孝顺 我退学属于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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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迷失在外界的各种传言中 能做到这一点 大林真的很怕 因为我爸我活不了啊 吃饭 我是个啃老族啊 我是个 让你扶不上墙的恶斗啊 就成一好爸爸呀 你说郭欣林 还知道 那谁 郭德纲的儿子吗 十四岁不上学了 说了架了 都知道 还完了 谁知道我上学时 学习成绩多好啊 小学连续六年 我都是三好学生 郭德纲每一个活起来的土地 都应该感谢郭欣林大度 他很善良 他不像一个新二代 他如果是一个 容易嫉妒的人 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马冬和父亲的例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很嫉妒我爸的那帮学生 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在别人都为他委屈 为他迷入平时 他却对打压式教育 看作互相成交 没有我 他这套教育方式 放在别人身上 是辛苦他们的 对 我成就了他的教育方法 但同时他也成就了 我的三观建立和人口 会不会觉得 就是有一天 你得搬起 郭英社这个牌子 我来说我没有那种使命感 我也扛不起这钱 我也顶不起这照牌 这个招牌永远等于他 就是他不干了 这招牌就没了 郭麒麟都公开 维护继母王慧了 到底谁还在说 他是小骑士 唱的不好 你不懂得我妈 因为什么 货不及家人 对吧 我唱的不好 你就骂 你别骂 实在不行 非想骂别人 你骂我爸 唱唱唱唱 他和老顾的生活再过 也绝不苦了孩子 我爸可以可以可以变了 我妈特别疼我 我说要什么都给买 那会儿 我爸说是在在北京这边生活条件也不好 还我我妈都给我买东西没眨过眼睛 我说要什么就买什么 真的 所以说那会儿觉得来北京的发 演戏意外受伤 他是又气又心疼 二十多岁了出门晚归 还是会被电话连环号 我是前段时间又感受到了父母的温暖 每次跟同学出去 比如说逛西单什么的 我要晚回家 比如五六点六七点 我妈就电话 多么联欢口 我不接这电话 一个又一个 你再一接 他马上 他妈妈 他妈妈 他机会了 咱们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样 为了不让大理伤心 一直等到他成年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说有事 我妈怎么着 我妈怎么着 就是跟我亲生的儿子一样 儿子现在 现在说妈妈 你给我生个小妹妹 我不要小弟弟 我觉得这样说 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 之前是真不敢 我怕伤孩子的心 伤不伤孩子的 主要听我儿子的 简单的几句话表明了 在她的心里 永远是她爸高攀了 这上面刻着我妈的名字 王慧 对 这是我母亲的名字 这是我母亲用的古板 你爸爸跟你妈妈认识 是因为在表演的时候 当时我很疑惑 因为我妈年轻时很漂亮 当年我师娘比我师父要好 谁觉得怎么会爱上你爸 他很会 你怎么教你爸很会 我就觉得 我妈当时条件那么那么好 然后我爸都能 难怪如今能在演艺圈混得这么好 原来是小时候戏就这么足 我说戏可足了 十一二的时候 我住天津 然后我爸我妈他们在阳村 天津边上有一个影视城 在那拍戏 然后我去之前 我就用我的零花钱 然后给我妈买了两只烧鸡 带回去之后 然后就看我妈在这吃 我眼泪没停 我就哭了 就在这哭 看我妈吃烧鸡 我在这哭 我妈就纳闷 怎么了 怎么不舍得妈妈吃 怎么着 没有没有妈 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一个 太孝顺的孩子了 很早就放弃了 在目前表演的机会 而退居二线 这次呢 做儿子的 听说我妈又要重出江湖 又要继续给大家表演金云大姑 心里呢 非常的 保持呢 希望我妈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能够尽情的享受金云大姑 给她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为了见到儿子郭继琳 郭德纲能有多卑微 好 你要再不回家 你弟弟都快结婚了 我走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戏 这个回家之后 请回到家里来住 不要住到你自己那里 行 具体咱们这防费是怎么付的 就是要交月钱了 对对对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游夏里一见不到 就拿工作当记号 直接给大理发通告 金云从三月份出去做节目拍戏 这到现在今天开始看见 很想啊 想我也不觉得 也说不出那个口来 但是我有时候 我可以跟媒体们说 我可以在节目里面提 哎呀我更想的 见不着我 他老给我出通告 你知道吧 就是他有一什么活 他关机给我安排一个 我特别不想去他的活 然后我经纪人就跟我说 求求你了你回家看了你爸爸 要不你爸又给电 主动打来的电话却被拒绝 无奈只能发消息询问 给我打电话我没接 其实其实我看见了 我说看着 我说看着看着看着慢慢 然后对方什么一挂断 他是吧 然后那天拍戏忙活忘了到晚上 给我爸给我发一点危险 儿子啊 你们剧组一般是几天让他一回电话呀 为了能多点和儿子相处时间 戒掉多年的脚再次破茧 到了如今的地步 不知道他有没有为当年的打压教育后悔 这么大的孩子把他所有的自尊全部打掉 他就明白了 我把他欺负够了 远比他出去之后让外人欺负他 我心里好受 在我家里每天十几个徒弟都来 郭麒麟到今天都是如此 吃什么先得问 爸爸这个我能吃吗 不行 他们吃完你再吃 而且在你的家里边有其他的外人 你不能觉得你比别人高一头 那么大的玫瑰儿别墅 没有属于亲儿子的房间 爸我妈朝夕相处的徒弟们比起来 我确实是 你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确实是个客人都知道我是谁 但具体你对这个家有多熟悉呢 我不熟悉啊 我连这东西在哪 比如让我拿一什么 我都不知道上哪拿去 对吧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不是客人是什么呀 大儿子的家长会到了退学 他都没参加过 从小学到现在 到他参加工作 我一次家长会我都没开过 我交钱了 把孩子交给你了 管不好你要负责任 你凭什么管我呀 天天俩人家长 跟一块铁锁月风了 不仅会去参加家长会吗 你怎么可能呢 从来没去过 我爸我妈一直对我在学校的表现 不关心 就为了小儿子上学 举家搬到天津 郭老师您和王贵老师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常住天津了 对呀 因为那个 郭其林他弟弟已经在天津上学了 自从老二一上学 我们太棒了 天天七点起 送完他坐在那儿 吃各种早点 刚回家就被弟弟问你是谁 来我们家干什么 四点喝一准 哎呀我个龙 还把王九龙认成自己情歌杠 可见大林对家有多胜疏 王九龙要论起来呢 是郭芬阳的表哥 从这个郭芬阳 就叫你哥过来 他就回头看了一眼 郭芬阳压低了声音 他叫郭其林呐 恩就是说为啥光铁法人不提股份呢 以后会接班吗 哎呦 这问题还 大概什么时候接 其实啊随时都可以 哎呀我呀只管台上 都是他妈弄着台下 他妈就说了 要把法人导给他 那商量好几回了 他就是左推右推 还有一最好的推词就是 以后让我弟弟接吧 他没有野心 也不像别人孩子 把这看得那么重 郭芬阳我还是真的非常满意 郭芬阳出其不意的一个动作 打破了这几年来所有的谣言 谁过年回家不过那老头了 你说这 我儿子太孝顺了 爸爸我准备给你买一牙刷 要不是黑粉都说 你连牙刷都没有 可我不爱刷 那是 牙刷给你 你把那三套房给我退回去 都在我师傅那儿 改太冰箭了 对你师娘好着 怎么又让我回来了 感觉这次跨年 是专门为父子俩澄清的 看得出来 大林子回来 脑固是真高兴啊 这舞台能给我提供 你得多说相 因为以后德语社是你的 大伙做个见证啊 都是我见证 一会儿这个 整个十个剧场 同时播放这一段 你把它剪一下 这卖给自媒体 不弄我发 不弄我发 行 网上的那点热搜港 可谓也俩增加了不少包袱 玩不够 根本就玩不够呀 你先找张纸啊 干嘛你写下来 我给你打一条好不好 你把牙刷先碎着我 不是 这牙刷都算于热搜 我告诉你 亲这一下 郭老师差点没当场哭出来 够得偷偷开心半年的了 多少身旺都比不上 以为我说到这来 对吧 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 我的后台 我这个好长时间不演出了 我好朋友演一个 我肯定是是吧 您得对我 咱不能说 百一百 那肯定不行 我可以 可以 谢谢你 哎 好儿子 哈哈哈 很久 对 这一幕要是让黑本看到 还不得气死啊 毕竟在短视频里 两人都快脱离父子关系了 尤其是知否剧情都串联到他们家了 演出还真是 原计划都是没有过去 那就是因为跨年时间得长得演过点 后来他妈给他发微信 你得回来救场来啊 我今天就跑回来了 这出来组里不扣钱吧 那本来也没给 哦 那行了 他要是不给你也不用回去了啊 主要我不知道 你还有这个大屏幕这一周 没想到是吧 要有78点就开始放 就挺好的 那就省得说笑了啊 行了 大家都谢谢吧 这事都官宣了 等于是早晚交给郭麒麟 商品主能有这个结果 在座的网友 功不可忘 大伙这么喜欢大林啊 你给他们演个什么小节目吗 我得那我得唱一唱 好吧 随便来一个 说天情 儿子儿子 我唱完他没共唱 过两天啊 这个德云社打给你之后 你得唱 不用这么着急 早晚是你的啊 终于再次听到了 失踪人口的赵花台 到底亲儿子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老哥恨不得 地儿再低点 骄傲都一出屏幕了 就像街顶小鸡 他说晚了事儿来 哎呀牡丹 哎 情嫌我们多恩 爱 但愿的乱风 到好陪火 喜爱爱爱爱爱爱 我儿子唱的最好啊 那么多年来 郭德纲第一次当捧根 不急的人 依靠依靠我儿子明显兴奋啊 班主啊 少班主给班主留面的呢 不是 你不用想到 我儿子想的周到 我再给你买牙串 你早上洗你吧 好不好 省了咱们说不给你牙串 买个牙膏就 买牙套 行行行 配套 好好好 所以我简单先唱 我儿子这是诚心的 先唱一个简单的 不能让我面子上过不来啊 这是我童年音音 我爸教我什么 他永远比我学的快 老说画善面实践 我是第一副善面 画北京城 九外七黄城寺 上来就是李七外八黄城寺 李七 八八黄城寺 让一向为人谦逊 懂礼的郭启林 说出这句话 可见陶阳对齐的影响力 有多大 97年出生的陶阳 比郭启林小一岁 作为郭德纲义子和亲儿 两人又是从小 一起长起来的 本该关系融洽 但是两人 根本就不到一起去 我小时候跟他不对 小时候没有像 大家想那么和谐 2007年 10岁的陶阳 加入了德云生 那个时候的他 已经有着京剧神童的头衔了 很多京剧界的人 对于他被郭德纲 收入门下的事 备受争议 都说国班主和李元航 抢人了 让京剧神童陶阳 入了个像上道 认为一个说像上的教京剧 这是在毁掉孩子的前途 很多戏迷也喊话 让郭德纲把陶阳还给京剧 但是只有当事人知道 郭德纲有多么的爱他 在老郭之前 他是有一个师父的 这个人虽然在京剧方面 让小陶阳 展现了极高的造诣和成就 但是在他蝉联 河南台李元春碑 和全国戏民类台赛 两次比赛冠军之后 开始动了 将孩子站为己有的心思 不但擅作主张 把陶阳改了跟自己姓 还不让他跟自己的父母联系 后来陶阳母带着家人 将儿子抢了回来 这一年他失去了 登上央视春晚的机会 但也在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郭德纲 爱才的他将其收入麾下 取名陶渝胜传授声 但是多以表演太平歌词 四大嘘声 大嘻香 这种一唱 或者以学唱为主的节目 更是在平静花神面中 一战封神 就是郭麒麟开头提到的那件事 直到14岁 他进入变声期 大家才明白郭德纲的良苦用心 你们老说的精力神动 精力神动 发导舱现在没声音 你们哪家要的 你们谁管的饭 谁带他出去演出去 铁曲街称这个阶段为导舱 对于以唱为主的演员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期 烧饼就是一个例子 没变声之前 他的唱也非常拿得出少 现在却成为大家吐槽他的点 如果好可以更上一层楼 如果不好 则就是对演艺生涯的一记重击 甚至可能因此无言无台 但是有相声做后的 也就有了退路 万一到时候真的唱不了京剧了 还能有口饭吃 到最后这孩子 也学着相声 也学着戏 如果嗓子坏的话 说个相声还行 后来陶阳倒藏过后 虽然没跟烧饼那样 但嗓子多多少少 也不如当年 但即便如此 老郭也没有放弃他 自陶腰包为他创立了麒麟剧社 哪怕每个月亏损八十万元 也没有放弃 只因为他爱京剧 也想让陶阳有个唱戏的地方 直到看见郭麒麟和郭芬阳的相处状态 才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同父异母 都是水火不容大 要知道 师娘王会在等于社 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 徒弟们都感到师父杂话 却唯独不敢拿师娘调侃 就连老郭提起媳妇 都是七管炎的模样 而含着金汤少出生的 小霸王郭芬阳 害怕的人却不是母亲 而是他的哥哥郭麒麟 这就是妥妥的血脉压制啊 郭芬阳出生的时候 大龄十九岁 这要是结婚早的人 都是当爹的年纪了 就连他自己在采访的时候 我都说过 我本来大十九岁 体会到过去这句老话叫掌胸如腹 真的我就感觉 哎呀 这就有时候有错觉 就跟我孩子似的 我们老二刚出生的时候 我同学给我发短信 郭芬阳听说你有一弟弟了 祝贺你当哥哥了 我回我顺手回一个 我说得了 谢谢姑姑 他们的真实关系 并没有像网上传的那么糟糕 这个弟弟是父母 在得到他点头之后才要的 只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 又不常住在一起 给了好事者传谣言的机会 看见儿子搬一回家时 王慧的反应 就直接曝光了 他们母子之间的真实关系 你家在北六环 我现在住的地儿在东四环 这差的 我开回家得三十多公里 不是你健身跑那么远 你能坚持 回家吃个饭怎么 健身是变瘦啊 回家变胖啊 对不对 但是我每回回家 我一回家我妈骂我 因为我每次回家 都是赶上晚上十一点 我十一点才到家 我妈说你有这个点回来 要是我估计 舒华肯定是客客气气的 这完全就是 中国式母亲的写照 而弟弟每次为了等他哥回家 都跟着熬夜到凌晨 都说孩子是最单纯的 也是最不懂掩饰的 听说哥哥要回来的心情 关系浓插吧 他怎么联系 就是那个 前面啊 演植物人 后面啊 清醒的那个 他不是叫你 装饰 为了练习个头脚 三四点钟 来月庆 都叫北京就回家了 一般一个回家了 赶巧的定天没睡 我说那个 你哥回来 好 我哥回来 他念了好几天 四点 哥一进门 还想我个龙 应该就是这段视频 让大家误会 郭富阳说 郭吉林 你来我们家干嘛的吧 大家吃瓜 都不吃整个的嘛 前面说了 道理因为演戏 需要贴了寸桃 加上长时间不见 孩子的记忆并没有多好 而且还有一点 他的哥哥们太多了 他爸的徒弟这么多 每天叫哥哥的人 都不宠样 一下认不出来很正常 却被大家各种误解说 老二不让老大回家 如果真的是这样 郭吉林 怎么会对弟弟这么好 有妹妹的话 会如何宠爱他 有妹妹的宠爱他 那肯定就是保护他 那不用说妹妹了 弟弟 我有弟弟 这肯定就是 你尽情的出去惹祸吧 哥哥帮你兜着 在老郭平时的话语间 不难发现 分扬是对哥哥很想念的 人家才是亲父子 亲兄弟 外人数再多都改变不了 无论德鱼舍以后 谁接班 他都是姓郭 大林也不是混吃等继承的 顽固子弟 他有自己的视野 根本不需要一定继承德鱼舍 而且他对自己的未来 有更好的规划 郭中梅毕业也掩盖不住 郭麒麟的光芒 他的知识储备 足以调达整个内域 六开头的股票属于哪个市场 大海 回答正确 费电池乱丢 不会对人体产生哪种危害 轻荣 回答正确 请抢答 疯狂动物层 蝶中蝶 请抢答 蚂蚁上树 老婆饼 一句话轻松碾样 上系毕业的郑凯 为什么叫东京呢 这这就是东京变凉了 开风呢在北宋时期叫做东京 是北宋的首都 他所描绘的时间 是在古代的四十 陈四五位 那就是十十点 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吧 是的 不愧是范思者本哲 逻辑思维 真神瑞斯败 快速解决高能数学题 惊呆众人 一加一百等地上 坐在椅子上 从一加一百 就是一百零一乘以五十 五千零五十 答 五千零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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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出下 看林子真的是 土土的文化说出啊 这些专业术语 课本上都难得一见 多少钱啊 六千多 多少钱啊 这很正常啊 好扇子可贵了 这一看就不是纸的 这是那种拿布做的 哇你们好有眼光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 轻风摇摧 对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亮晶晶的 撒金 撒金 能不能跟老师先说完 你再说 我不是帮着老师说吗 郭德刚说 他家的书房比剧场大 现在相信的都是真的了 这怎么贴笔啊 我都不会贴笔 还知道 这玩儿都是 撞大林枪口上的 我不要这样就饱满 饱满 我怕斩卷 哇塞 这些用词真的 这些词真的 没有点了解 说不出来 我不会画画啊 写字是这样的 因为是这个三面 那么 必须说得行 这应该你知道 应该知道啊 你小时候写过书房吗 你没学过 何徐中一起去佟大为的四合院 就连一个大门 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别别别别 你别着急 这四合院讲的特别多 你比如这门嘛 这在四合院里 就不能叫门 这叫训门 训闭了那个训 不不不 这个门是训位 所以叫训门 到这儿这门 你想这么敲 那不对 外行了 叔叔 叔叔 哎 怎么没人开门呢 哎 原来这就是说 难道你真的没有知识盲区吗 答题如同开挂 反应速度还超快 这么长 九个字 牛 大华西游之大胜许心 紫霞三子 回答正确 我 我和我的祖国 哎呦 我和我的祖国七十周年啊 七十周年啊 七十周年啊 同工两妹妹你大胆的向前 流浪地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